全部都黄黄太阳 是是是 好好好 我问问啊 你怎么打算你们俩之间的事啊 好好说啊 我提醒你好好说啊 别再吹牛了 好好说啊 认真说啊 就我们俩之间的事 就是现在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先慢慢踏实地挣钱 挣钱我也希望他留在这儿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 我肯定不会让他受苦的 好 我问问他 你跟他在一起受苦了吗 他对我其实这段时间 也挺着急的 挺着急的 他专签也 我也知道也不容易 但是他都挺特别为我画的 我妈一直感觉 我在这边受苦受委屈 就是想让我回家 你觉得你受苦受委屈了吗 我感觉没有 没有啊 那你干嘛玩命说 这男人那么多不靠谱的事呢 有些事是不靠谱 但是他对我好 他就是对你好 是吧 但是做事不行 他总感觉我做事就是 总是吹牛了干啥 但是我总感觉 你吹没吹 我总感觉 你吹没吹 我感觉我没吹 那你刚才说吹牛不犯法 那我自己的想法 你吹没吹 我感觉我没吹 好 你跟人说工作 给人落实了实习是吧 咋没了 是不是吹牛 在我这不认为是吹牛 什么时候打算娶这姑娘 我打算再过个几年 在这边如果 过几年 想好了说啊 别吹牛了啊 最少也得个两年吧 那为什么是两年呢 因为我得先在这边稳定了 如果两年你不稳定呢 两年不稳定 到时就看阿姨了 叔叔了 对我满意不满意 人家要对你不满意呢 不满意自己再努力呗 因为我父母是希望我回家 回哪儿啊 就是回陕西啊 对你刚才不是留我们天津吗 我就说在天津这样发展几年 但是我娶对象 我肯定不能去 去呆在他们的唐山啊 你啥意思呢 我啥意思 你要娶她娶到哪儿去 你跟我说句实话 娶到陕西啊 在陕西生活了 对啊 那不就更远了嘛 以前跟你说过没 没 行了 我说什么都不重要对吧 今天有重要的人 来大姐有请 同意闺女儿嫁到陕西不 大嫂 不同意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打算呢 我都带我闺女回唐山 我闺女儿本来是挺老实的一个人 剩她给忽悠过这边来的 哎呀我记得 我当时跟您说 说到那儿 我感觉也就是没有那么夸张啊 我当时就主要是想让您 放心您闺女在这儿 她肯定是受不了苦的 她要跟我在一起 我肯定有能力让她幸福啊 所以说 现在是 我们都年轻人 就是说话 有时可能是不注意啊 但是我感觉 我说的那些都是 自己想说的 我跟我妈说话 也是这样说的 你说给我闺女找工作 找的工作一个月 还不够生活费的 你成天的两个稳定的工作 都找不好 我都不相信你 那我主要就是想 就是让李宁和我待在一块 就感情还能好一点 然后这边到时候 找到合适的工作 一块在这边发展 先发展那边 不信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唐山呢 你去了唐山 又在她妈妈眼皮底下 你不就可以证明自己了吗 因为我在天天这般 大学我朋友也挺多的 什么朋友啊 就始终表着她有特别的好 就是我现在的朋友 还有同学了 啥都在这边啊 以后办点啥事也好办啊 大姐的意见已经放在这儿了 是吧 对 但是我确定 我坚决反对 对 我拦斤一句啊 您可以反对 但是孩子大了有时候 您越反对 可能越把它往外推 我的意思就是 你让老师们跟他们分析分析 说一说 您坐着看看 您也别太干预这件事 行不行 我闺女是听话的 听我的话 听你的话还跑出来七八个月啊 听你的话还被 是 让他忽悠过来的吧 其实是 是 那不管怎么说人家会忽悠呗 我这不叫忽悠 我这叫口才好 好不好 你这个家伙啊真是 行您坐着吧 咱不跟晚辈一般见识 拉着咱身份好不好 好好好 您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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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个人觉得女孩 给你的建议是 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尽量的 不要再让自己的老妈妈 寒心如苦 一而再 再而三地为你操心 选择的路 即便是一路荆棘 跪着也要走完 对吧 不要所有的困难 回家跟老妈哭鼻子 更不要在众人面前 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一次次求助于老妈 站在你旁边 帮你去做这个决定 这是一个很无能的表现 你自己选择的事情 别人怎么说都没用 所以你自己应该去品尝 他给你带来的所有的结果 包括苦果 你选择的路嘛 对吧 你要有承担结果的责任心 男孩 你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不喜欢 不靠谱的人吗 因为靠谱这件事情 代表的是诚实 一个人如果连真都没有了 上面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假的 而且其实不靠谱的人本质上 其实在混日子 得过且过 想要走捷径 但是我跟你说一句 所有抱着混日子态度 去过生活的人 最后都被日子给混了 你已经24岁了 如果一个人 一直活在面具后面 一直抱着侥幸的心态 在闯生活的话 闯社会的话 我跟你讲 最后倒霉的 永远是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孩 你就要拿诚意出来 真诚一点 走点心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